一部漫畫要改編成真人版的電影 我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選角了 畢竟就算劇情再怎麼引人入勝 電腦特效再怎麼逼真 如果演出的人不斷讓觀眾出戲的話 還是很難讓人看得下去 在90年代的香港就有衛生人 一個人就包辦了百分百感覺 古厚仔 風雲 中華英雄 四部香港漫畫改編電影的男主角 還每一部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許多人都認為至今人找不出 第二個能像他這樣的演員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香港漫改電影的扛把子 鄭義劍 字幕提供 嗨 大家歡迎回到舒青首南 這個頻道我們每周會分享一些 有意思的人物 知識與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並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 1967年,郑一剑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织衣厂的管理人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与哥哥和妹妹都感情很好 或许是家境不宽裕的关系 他并没有太远大的志向 高中毕业后就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某天他在街上被星探挖掘,开始街拍广告贴补家用 19岁的时候,郑一剑报名了TPB电视台的新秀歌手大赛 虽然并未得名,但受到电视台的邀请加入了TPB议员训练班 因为个性内向,不擅长表达的缘故 节训的时候就因为成绩不好遭到淘汰 只好改行到一家小公司当个职员 做了几个月的上班族后 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就再度报考了TPB的无限议员训练班 并成功地当上了第十三期的艺人 愿吊献我心,似死每天快乐过 如阳光陪我,心中更明亮 小小雪星,但愿每天也望见 哪里都有阳光 刚当上艺人的郑一剑 隔年在雷射青春电视剧出道 并接拍了阳光柠檬茶的广告 阳光帅气的外形引起了业界的注意 但刚出社会的他还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 甚至面对镜头还会雀场发抖 在节训之后只能演出一些没什么台词的小角色 电视台一看认为这不是办法 就把他调离了剧组 到儿童节目430穿梭机担任主持人加强磨练 郑一剑虽然比较想要唱歌演戏 但主持430穿梭机的收入可是当龙套演员的两倍 让他开始可以拿钱回家 还偶尔可以坐计程车上班 胸无大致的他也没特别强求 主持儿童节目这一晃眼就是两年过去了 离开儿童节目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找我 我停下来三个月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痛苦 有一个副主持人 他给我一个机会 当那个坏人 坏人就是变态人 出来的 对这个很难 而且是变态的坏人 对变态的 后来做出来 说都不好了 1990年 曾一剑获得了导演李国立的赏识 邀他在《天若有情》里演出一个角色 对他来说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不但戏份吃重可以大量曝光 还可以让他重返戏剧圈 但他还是迟疑了 因为这个角色可是个阴险的同性恋 为了得到他看上的男人 不但逼死对方的女友 还趁他昏倒的时候把他给杠了 事后更发现这个人居然是自己的亲哥哥 本来就没什么失业心的正义剑 拍了两天后就想放弃了 正当他想要辞演的时候 旁边突然有个人一脸不爽的走了过来对他说 你知不知道导演已经找我当你的替补 你承受不了压力就让我来演 何必管其他人说什么 努力看看就对了 演得好演不好起码都是自己的成绩 这番话点醒了正义剑 让他决定留下来把握住这个机会 也认分的把戏演完 而这个备胎虽然最后没有上场 但他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了不起的演员 他的名字叫刘青鱼 天若有情结束后 正义剑与陈松霖合作的电视剧《月儿弯弯照九州》 在播音后大受欢迎 成为香港宏集一时的一幕情侣 被TVB电视台的创始人邵医夫轻点为金童玉女 从此工作邀约不断 从配角晋升为一线小生 连续主演了中神通王重阳 金蛇郎君 南地北盖 鼠山骑侠之仙女奇缘 孤星剑等多部武侠连续剧 其中TVB的台庆剧《笑看风云》 他再度攜手陈松霖演出情侣 甜蜜美好的感情却以悲剧收场 感动了无数观众成为正义剑电视剧的代表作 1992年正义剑演出电影处女作《现代应招女郎》 获得了导演王金的注意 王金认为正义剑的气质无人能比 决意要把他捧上神坛 一连与他签下多部电影合约 只是接下来他演出的六部电影 《追男仔》 《超级学校霸王》 《新英雄本色》 《男儿当入尊》 《人鱼传说》 《桃色礼物》 都没有像王金预测的那样 让他真正的红起来 1995年 王金找了文俊、刘伟强 合伙成立最佳拍档制片公司 决定将描述黑社会斗争的香港漫画 《古惑仔》颁上一幕 但限制级的内容与黑社会的形象 却让他们在招募演员时遇上了麻烦 就连漫画里陈浩南的原型 刘德华也不顾王金先前的提膝一口回绝 第二人选何嘉靖也因为党齐无法配合 王金只好要求爱将正义剑帮忙救火 原本正义剑担心影响到他歌手的形象还不答应 王金只好拿出片约 要他只能在三集片《桃色礼物》跟《古惑仔》中选择一个 本来以为可以让他就范 谁知道正义剑连想都没想就选择演出《桃色礼物》 是说王金这招根本就用错了 如果可以跟邱淑珍在《桃色礼物》里圈圈插插 谁还想在《古惑仔》里打打杀杀 总之 原本就不擅长拒绝别人的正义剑 在刘伟强的《死缠烂打》下 最后还是成为《古惑仔》电影版的男主角 1996年最佳拍档的创业作品《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上映 还是排在各种商业大片夹杀的圣诞节跨年档期 谁知道这个集合了一堆年轻演员的重口味漫改电影 居然引起轰动 连午夜场都一票难求 最终票房高达2100万港币 让王金等人立马来个综艺衰 赶紧召集原班人马 在上映一个月后立刻开拍续集《古惑仔之猛龙过疆》 并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拍完所有镜头 谁知道这种赶攻状态下的作品 票房居然还超越已经很猛爆的第一集 隔年的暑假档期 远赴荷兰拍摄的第三集《古惑仔之之手遮天》 也创下了近2000万的票房 在当年成龙周润发出走好莱坞 周星驰放慢制作速度 已经见漏皮态的香港影坛打下了一记强心针 原本是来救火的郑一剑 也因为担任主角陈浩南整个人气大爆发 把原本一般人对于黑道的刻板印象来个大反转 长发皮衣、刺青纹身、抽烟喝酒 明明身上就贴满了负面的标签 怎么看起来反而跟偶像没所两样 由郑一剑所饰演的陈浩南 时至今日人无人可以超越 多少年轻人开始把头发留长 走路时打火机打到烂 跟妹子讲话时一定要用大拇指把头发塞到耳后 因为人人都想当那个又勇敢又有意气的大哥 人人都想当铜锣湾的扛把子 虽然在社会上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陈浩南实在是他妈的太帅了 从结果而论 王金的眼光并没有看错 接眼古惑仔的正义剑红透了半边天 成为香港影坛的票房保证 但他心里其实很矛盾 因为在《古惑仔爆红》的背后 却也让很多年轻人走上了不归路 他从来没有想过一部电影 居然会对社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陈小春回忆起这段日子 说郑一剑在拍戏时常常自言自语 说自己又要勿人子弟了 有一次在饭店突然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来访 希望他们别再拍了 这一切都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在拍摄第三集《古惑仔之之手遮天》时 郑一剑终于忍不住了 跟刘伟强说他不要再拍了 但刘伟强告诉他 你已经红了可以不拍了 但你不拍戏 那剧组这些靠你吃饭的人要怎么办 向来耳根子软的郑一剑 只好不断说服自己是个演员 只是在做一份工作 但现象级的《古惑仔》 所造成的影响也已经回不去了 《长虹》的票房 接踵而来的续集与延伸作品 还是让许多年轻人误入歧途 成为社团帮派里的一份子 当时有个说法 陈浩南的假粉丝都在郑一剑的演唱会 铁粉都待在赤柱监狱 真粉丝则都上天堂去了 1997年 郑一剑再度主演由刘伟强指导的漫改电影 《风云雄霸天下》 饰演江湖中有风中之神称号的聂峰 有看过漫画的朋友就知道 郑一剑版本的聂峰 根本就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 长发翩翩 潇洒自在的身影 真是帅到连我这样的直男都快被他扳完了 不论是《剑种礼》的清灰折扇扑流营 或是争夺活猴时的轻松写意 至今仍是我心目中武侠人物里最帅的一个 与同场饰演不经允的郭富城相比 在传神程度上又更胜了一筹 《风云雄霸天下》 可说是香港影坛中最出色的漫改电影 除了郑一剑的聂峰 《神还原天下会帮主熊霸的千叶争衣》也是一绝 把那个江湖枭雄的阴险与霸戏呈现的入幕三分 也将整部电影提升到国际级的水准 不过若是仔细一看 我们会发现此剧的其他角色 就好像有种走错棚的违和感 《大天二情霜》 《潮皮独孤明》勉强给过 但大飞哥演的剑圣 或是东兴乌鸦演的士武尊 就很让人出戏了 甚至连鸡哥与大逼哥都要来嘎上一脚 伟强,你这样是不是过分了 香港是没其他演员了吗 撇开我刚刚说的那一长串小瑕疵 《风云凶霸天下》还是相当不错的 运用了大量的电脑特效 去呈现马荣城漫画里的武侠世界 绝对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上映后先以427万港币 打破了香港的首映日票房记录 最终更疑破4100万港币的票房 仍奔香港该年的票房冠军 为正一件傲人的票房记录 再度填上一笔 你的时辰八字与常人不同 你生时应煞之气极重 你这条命注定无而终老 一生孤独 因为你命犯天煞孤行 隔了两年 刘伟强再度改编马荣城的成名漫画《中华英雄》 推出真人版的同名电影 我们先不要提在剧中再度出场的大飞哥 还有绘图转身的坤哥 以及东信五虎之一的司徒浩南 不然大家还以为这部片是古惑仔之反派大乱斗雷 威肯 丁改 正一件在剧中饰演悲剧主人公化英雄 身为无数天才的他天赋极高 长剑双绝 却因为命格的关系会克死所有与他亲近的人 虽然最后席得中华傲诀 但也只能选择一个人归隐于山林之中 一身黑长袍 一头银长发 手持赤剑 眼神哀戚 眉宇之间散发出一股阴气 再加上经典台词 我命犯天煞孤心 注定无伴终老 孤独一生 女性观众可能心想 这又是哪个渣男想出来的烂台词 但对我们这些中二到爆的臭男生来说 华英雄的设定就是一个帅啊 中华英雄上映后 再度刷新风云的香港首映日票房记录 并登上1999年的香港票房冠军 而接连以漫改作品取得惊人成绩 声势处于顶峰的郑义剑 却不知道一场让他跌落神坛的风暴 正要展开 就在郑义剑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时 与他已经交往多年的女友邵美琪 却因为罹患肝病需要暂停工作 与经纪人出现合约上的纠纷 但只要媒体已提到感情 郑义剑总是会表现出不离不弃的态度 还曾经说过 我愿意一生一世照顾Maggie 让大家把他与陈浩南痴情的形象连结在一起 颇受好评 但在1999年郑义剑的生日当天 不知道是谁放出的风声 说与他在舞台剧《仲夏夜狂想曲》中 合作的当红玉女梁永琪 正在郑义剑家中替他庆生 整个晚上都没出门 于是大批记者温峰赶到 只见梁永琪满脸笑意走出门外 爆发了轰动全港的双旗夺面事件 据说在事件爆发前 郑义剑与尚美琪就已经分手了 只是尚美琪要求不要把分手的事情公开 以免影响到他未来的付出 郑义剑也就选择今生 没有解释太多 但他离开的时候 大概把他前几年工作累积下来 大概四千多万港币的资产 以及自己住的房子全部留给少美琪 还每个月固定给他生活费 自己则在刘伟强的工作室 接住了一年 在那个没有社群平台的年代 就算媒体有渲染或是不实的报道 当事人也很难解释 不只是郑义剑 梁永琪也因为背负着小三的骂名 而陷入事业低潮 而郑义剑对于前女友的各种举动 更是令他难以忍受 两个人就在南方举起不定的状态下 几年后也是分手收场 我们在香港的政府 会觉得你是拍这个古画城 我们不会找你工作 也是郑义剑 我自己是拍戏的 为什么你会想法 把拍戏的角色放在我的心上 千禧年似乎成为了 郑义剑演绎生涯的分水岭 双齐夺面事件让他的形象重挫 因此损失了很多女性粉丝 不只多了渣男的称号 还曾经被选为最讨厌的艺人 而他在合约改签给英皇娱乐后 由于他不愿意抛弃跟随自己多年的经纪人林珊珊 与英皇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被公司一直冷冻到合约结束 这段期间他只发了一张专辑 电影方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沦落在千禧变中 当TWINS与陈冠希等英皇艺人抬教 另一个原因是在97年回归之后 香港政府认为古惑仔带坏了社会风气 只要是有工部门参与的活动 一律把作为古惑仔代表的他封杀 种种的因素都让他的心图大打折扣 不过郑义剑这个人真的很佛 被谩骂被打压他也逆来顺手 只是躲在家里打电动玩公仔 就连刘伟强曾经问他要不要掩护尖道 也被他拒绝了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玩游戏机 人家已经攻击你 哇 搞错 比心里做事了 还打机多少事 那没有了 我不是说特意刻意做特别自己 这个是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 我是很喜欢打机 我真的很喜欢打机 那我就玩了 那你骂我都没用 那我做事之后 那我做事赚钱回来买游戏机 是不是有事先是否不合适 不行的 那我就继续买 那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批评 郑一剑怎么这么不求上进 好好的资源都给浪费了 但若是长久以来 有在追踪他的粉丝 应该就看得出来 在掌握事业的自主权后 他反而开始回归他原本的自己 一个想要开心过伤活的大男孩 这十几年来 郑一剑参与公益活动 成立基金会 推动海洋保护 同时也回归他加入演艺圈的初衷 尽情地唱歌 举办演唱会 与一帮好友在舞台上嘻嘻哈哈吵吵闹闹 在2013年 他与交往已久的女演员 蒙佳慧在日本结婚 由于哥哥已经有小孩了 没有传宗接待压力的他 天天与老婆到处旅游 打羽毛球 过着幸福的两人生活 在一次的采访中他提到 有段时间我曾经试过忽略家人 只是买了栋楼给他们 但没有时间相处 或许在工作上可以很有成就 但回头来看 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置身于一个不常露面 就会被说过气的娱乐圈 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但博名利的正意见 反而让我更欣赏他了 至于曾经风鸣一时的陈浩南与聂峰 就让他们留在当时那个美好的年代吧 正意见在最红的时候 可是被誉为能与香港四大天王 平起平坐的顶鉴艺人 就连张学友都曾经说过 他的称号应该要让给正意见 绅士海一度超越刘德华 华仔的粉丝先不要喷我 刚刚那句话是王金说的 当时是真的很棒 没有很适合 他有一轮有人气息 几乎压低落得华 但后来的经过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佛系经营的正意见 似乎也顺势做了调整 他曾经说过 一年拍两部戏就够过生活了 不需要那么拼 我想要享受人生 而不是拼命工作 接下来我只想要安安静静的做自己 有的人说他过气了不红了 但我觉得一直以来 这就是他面对人生的态度 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难道不让人羡慕吗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 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喜欢正意见的朋友 我每周都会上传影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三位忘记了陈伯 你说 我可以做什么 这些叫谎 拿出来挨拳 我不是第一次的 但是没办法 1 2 3